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剧中女主黄一眉的爱情经历也在网上掀起了不少的水花 特别是她的多段感情更是成为了许多网友茶余饭后的谈资 许多网友不仅十分羡慕黄一眉的洒脱 也表示不够看 别急 银屏上又迎来了一部新的爱情剧 极有谭松韵 徐凯等演员主演的《你比星光美丽》 才播出三天 便标志全网热度第一 观众追上头 成功打败了同期热播的古装爱情剧《杜华年》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 没想到 谭松韵 徐凯一出手 又是一部都市爱情剧王炸 该剧聚焦的是中国AI在线医疗领域 主要讲述了北漂女孩季星不甘于压抑内卷的职场生活 离职后走上艰苦创业之路 幸运的是得到了投资人韩婷的支持 二人在医疗与健康行业中携手共进 致力于为中国AI在线医疗开出一片天地 也在事业奋斗中收获爱情的故事 剧中的季星是由谭松韵饰演 生活中 季星是一个坚强独立又自信的阳光女孩 工作上 她一直是勤勤恳恳 兢兢业业 而且有想法又有目标 只是她在职场上并不是很顺利 还遭到了上司的刁难 同事的排挤 不服输且不甘心的她 选择离开 并走上了创业之路 在创业过程中 季星遇到了事业中的贵人 也就是男主人公韩婷 她也是投资人 有颜值也有气质 也是职场精英 一边默默支持着季星的事业 二人既是事业上的合作伙伴 又是互相欣赏 互相支持的恋人 二人的互动简直要羡煞旁人 剧中的韩婷是由人气男演员徐凯扮演 不论外在颜值还是形象气质 徐凯饰演韩婷都很适合 之前经常看她出演的古装剧 没想到她的都市造型也是帅气逼人 一出场就惊艳众人 走路都带着霸道总裁的风范 与以往的霸道总裁不同的是 徐凯塑造的霸总韩婷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少了些高冷 多了些可爱 甚至不失幽默 与女主互动的戏份确实贡献了许多看点 让人看着很舒服 剧中的韩婷在气场上也是有模有样 一瞥一笑就显露出她的不简单 之前看过不少男演员塑造的霸道总裁 不是过于严肃 就是一本震惊的搞事业 观众看不到她太多有趣的内容 整个角色呈现出来就会显得有些单薄 当然 作为都市爱情剧 最大的看点无疑是韩婷与寄星之间的爱情故事 目前该剧景播出几集 他们的爱情戏份并没有展开 但许多网友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到他们二人的爱情 有言又有行 而且还很讨喜 两人十分般配 CP感十足 这部剧的演员阵容堪称豪华 徐凯和谭松韵作为当下娱乐圈的热门演员 他们的每一次合作都能引发观众的热议和期待 在这部剧中 两人饰演的角色性格鲜明 情感线索丰富 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他们精湛的演技和默契的配合 此外 剧中的配角阵容也十分强大 他们的出色表现也为整部剧增色不少 其次 这部剧的剧情紧凑且引人入胜 相较于杜华年的古装背景 你比星光美丽以现代都市为背景 更加贴近观众的生活 剧中通过讲述韩婷和寄星之间从相识 相知到相爱的过程 展现了现代都市人在追求梦想和爱情的过程中 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困境 同时 这部剧也巧妙地融入了商战元素 使得剧情更加跌宕起伏 扣人心弦 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现代都市生活的快节奏和竞争压力 然而 仅仅依靠演员阵容和剧情紧凑 是不足以让你比星光美丽 打败杜华年的 这部剧的制胜法宝还在于以下三大关键元素 第一 CP感爆棚 徐凯和谭松韵在剧中的表现十分出色 他们的CP感十分强烈 让观众仿佛看到了真正的情侣在屏幕前甜蜜互动 无论是甜蜜的亲吻戏还是日常的互动细节 都让观众感受到了两人之间深厚的情感 这种CP感不仅让观众更加投入地观看剧情 也为整部剧增添了不少看点 第二 原生台词获赞 在当下许多古装或时装剧中 配音已经成为了常态 然而 你比星光美丽却采用了原生台词的方式 让观众更加真实地感受到了演员的情感表达 徐凯和谭松韵的原生台词一扬顿挫 情感真挚 为整部剧增色不少 特别是徐凯在剧中的表现 他的台词相较以往有了很大提升 更加符合他这次饰演的精英总裁角色 这种原生台词的呈现方式 也让观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角色的内心世界 第三 剧情节奏快速 相较于一些剧情拖沓的剧集 你比星光美丽的剧情节奏十分快速 该剧在短短几集内就将寒庭和寄星大学时代的暗恋故事 以及多年后重逢的现况交代的一清二楚 同时 剧中的情感线索也十分清晰明了 让观众能够轻松理解角色的情感和心态 这种快速的剧情节奏 让观众在欣赏剧情的同时 也能够感受到现代都市生活的快节奏和紧迫感 正是以上三大关键元素的作用 你比星光美丽成功打败了杜华年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 这部剧的成功也再次证明了演员阵容 剧情紧凑以及关键元素的运用 对于一部剧集的重要性 同时 这部剧也为我们呈现了一个 现代都市爱情故事的典范 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力量 在未来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 你比星光美丽这样的优质剧集 它们不仅能够在演员阵容和剧情上 做到精益求精 更能够在关键元素的运用上 不断创新和突破 相信这样的剧集 一定能够赢得更多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在过去的作品中 徐凯搭档过不少女演员 从吴景岩 白璐到吴嘉怡 李一同 再到杨幂 杨子等 大多数都是当红小花 其中不乏当下人气演员 尽管有些作品没有掀起太大的水花 但依然吸引了不少观众的关注 在《你比星光美丽》播出之前 徐凯和杨子主演的都市剧《陈欢记》在央视八套播出 收视及口碑 其货丰收 其中 徐凯在该剧中同样饰演职场精英姚志明 也是女主麦陈欢杨子氏的顶头上司 二人从相遇相识到成为工作伙伴 再到成为情侣 双向奔赴的爱情着实让许多观众都非常羡慕 从徐凯的作品中不难看出 她的影视资源还是相当可观的 而且她搭档的女演员大多数都颇有实力 颜值 气质 极知名度 还有实力与演技等方面都拿得出手 这对于出道不到十年的徐凯来说 显然是很不简单 此番在《你比星光美丽》中 她的搭档变成了当红小花谭松韵 其颜值及气质依然可圈可点 特别是她的演技也早已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二人的合作看起来也是默契十足 而且谭松韵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很可爱 而且她有一种天生的亲和力 所以当她每次出场时 总会给人带来惊喜 值得一提的是 该剧除了男女主角的爱情 还有他们的事业也是一大看点 剧中关注的是智慧医疗 这也是时下很热门的行业话题 也是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行业 相信剧中的内容也会引起同行业的人的目光 甚至会引发同行业的人进行热议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